4.2 我是Enter 邀請您訂閱Enterbox 現在手上這台就是 Zenfone 7 Pro 顏色是雨曜黑Aurora Black 不同以往的包裝型態這次改成了便當盒的樣貌 打開包裝盒後,可以看到左右兩區分隔 這次的配件盒厚了許多 因为内附了两个保护壳 稍后我们会进一步介绍 那手机本体我们也先放旁边 左侧的区域有贴心的凸起射击 方便手指打开 里面有黑色的充电器和黑色的充电线 充电器规格为30W 充电线规格则是USB-C to USB-C 因为后面的画面比较多是 鱼鳥黑的机身样貌 这边我们就先开箱换彩白的机身 通常一个产品如果有黑白两色可以来选择的话 我会优先选择白色 不过这次ZenFone 7的白色机身带有点珍珠白的感觉 而且它反光的颜色也是粉粉嫩嫩的感觉 有点软 但是实际拿到手上之后 还是觉得它是蛮精致的 所以目前还是蛮犹豫的 相较之下 目前感觉黑色会是比较符合理性跟安全的选择 经典的透明露背状硬壳 让Flip Camera有翻转的空间 配合这次ZenFone 7增加的指向性麦克风 也多了一个小孔 另一个随附的保护壳是Active Case 这边我们拿了黑色的保护壳跟白色的机身来做撞色 实际上换彩白机身它随附的会是白色保护壳 那这个保护壳的保护力它更强 比透明的那个更强 而且有独特的卡扣设计 可以从外部限制住Flip Camera回归静止时的晃动 黑色的Active Case上面有小小的灵格纹 乍看之下就很像碳纤维的材质 那黑色的Active Case也会随附在雨要黑的机种当中 雨要黑的感觉就更加的沉稳耐看 ZenFone 7的雨要黑的玻璃镜面深色机身 在光源下会映射出一道道间层的拉丝蓝色光束 有点像电影镜头的画面感 不过镜面的机背嘛 不免的就是比较容易沾指纹咯 刚刚提到的随附两个保护壳 你就选一个吧 接着重头戏就是ZenFone 7的实际翻转效果 虽然三颗镜头让翻转模组更大更重了 但是ZenFone 7翻转时候的噪音和震动 似乎都感觉比ZenFone 6还要更小了 而且在相机中 手头调整翻转角度时候的操作手感 也感觉更加顺畅更加精准 主要就是得益于步进马达的控制精度 从2度缩小精致到了0.5度 除了原本就有的G-Sensor达到坠落宝布 这次也加入了Angle Sensor 当翻转角度超过3度的时候会自动辅慰 ZenFone 7在萤幕的提升也非常明显 爆刷新率已经是今年旗舰机的必备 90Hz的萤幕刷新率让滑动更加顺畅 采用三星AMOLED的面板 110%的DC IP3广色域 即便在低亮度也有DC调光 今天配件的部分 我们之前的影片有提到 华硕可能要推出了三轴稳定器 非常幸运我们猜对了 这次华硕正式推出了 第一支手机三轴稳定器Zen Gimbo 可以完美的跟ZenFone多搭配 我之前使用手机超广角镜头搭配其他稳定器 就会遇到转轴入镜的问题 那Zen Gimbo的皮眼特别像我们介绍到 现在你只要在Zen Gimbo连按三下 就可以切换到另外一个角度 来避开拍到转轴的问题 接下来几天 我们会有更多内容深入介绍 评测ZenFone 7 所以邀请您按赞订阅EnterBox 我是Enter 我们下期再会